各位同心 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由我们新竹州新竹郡 李俊手带来演讲 请掌声欢迎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李宙宇 我是第四期初期班 第十一期高级班 然后相关的法理事务局点招 以及过五官都有了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法院依据下官条约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把它叫做马官条约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可以把马英九关起来 来 你看大清帝国有个家 大清帝国跟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国 所割浪的领土范围 永久浪于日本 这个在网路上都有 最重要的地方台湾全岛 所以什么 土地所有权是什么 皇帝跟皇帝 对不对 不是属于政府的 是皇帝的皇帝 就像说领导的帮帝山 领导是掌声的掌声的 意识同样 重点是这样就好了 1830年 因为那个时候在1830年之前 强的国家去占领部落或者是 或者是殖民的土地 在1830年之前 占领了那块人就是你的 为了避免 为了避免会再发生这个事情 他们在1830年后 制定了一系列的那种所谓领土 怎么样能够正常的一种建构 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才有国际法 万国公法 战争法之类的 万国公法讲领土不可分割 你把他想作你跟领母生的小孩 还是女孩 万国公法就是说你跟领女孩 领孙 领土不可分割 你把他想作感情什么的 不可分割的意思同样 再来战争法 占领不得一战主权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领导的家人来带的领导 说到什么反客为主 说领导是我的 你要同意吗 所以我刚才说的 马关条约是日本天 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对吗 收受人 因为他在1945年4月1号 经由万国公法 全世界公认的万国公法 建构台湾的租环了 他变成本来是可以像股票一样 交割的领土 股票 股票有没有你们算股票 股票的术语是什么叫交割 但是用万国公法建构了以后 那个时候的土地就不能够 像股票一样交割了 所以1945年4月1号以后 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中华民国中国人一直在跟台湾人说 日据时代日据时代对不对 他要统治你们 他讲出对他们有利的话 不是日据时代 刚开始是日据时代 但是1945年4月1号天皇招书以后 成为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已经变日治了 刚开始之前是那个日据 中国人只挑对他们有利的奖 稍等 再来 中国人是台北 我知道了 现在游王政府在外面用的 全民是什么 中国中国人是依赖 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全民是这样子 西藏有没有 现在叫土博 Tibet 地园沙拉 你把缺的字套进来 全世界目前亚洲的两个流亡政府 一个是这里的中华民国 一个是图博 在印度的达兰沙拉 国际战争法 这个自己再去看 我只是跟你们列举一样 这个我们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都有 自己再去看 我也花很多时间 我花很多年的时间 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 日本天皇领土所有权 美国总统因为战争 我这样说好了 你们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你把日本天皇犯罪了 被关进监狱了 国际上要派一个监护人来管理台湾 这样你知道的意思吗 我们未成年对不 他派一个美国 美国就用台湾关系法有点类似 我们的国际政治监护人 我们不会等大人嘛 就派一个像美国有没有 这样你知道的意思吗 这样了解最快 日本就是说台湾是秀于日本的 但是美国现在是我们的监护人 这样知道的意思吗 这样最快 再来日本天皇所有权 1895年有没有 马关条约有没有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永久割浪 那个时候是殖民地 1937年45月一合 1945年45月一合 让台湾人有参政权和参战权 这也不是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 不就是参政和参战 参政和参战就是 你跟日本天皇有一种 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 人家是不是人家 你又看他是不是掘你的名字 是不是你要照顾 就是这样啊 参政权和参战权嘛 证明你跟我们跟日本天皇的关系嘛 对不对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高不高兴 我们要走出国际社会 你就要照国际上所认定的法律去走 如果没有 我们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担水兵 本来是殖民地 藉由教育文化改名字 万国公法架构 再来 离国总统 要由台湾的领土 宠命团 你把宠命团 动作监护权就好了啦 法院派一个 你未成年 你爸爸妈妈被关进监狱啊 法院是不是要派一个监护人 来管理你的小孩 未成年的那个 你把占领权 你把动作监护权就好了啊 对啊 这样就好了 古今三合并条要27条 不说放弃 什么标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放弃 为什么没有指定什么收受过 因为你跟你小孩的关系 永远不能放弃 对不 你会可以去关系感觉的 但是你跟你小孩的关系 永远全世界都不会否认 你跟你小孩之间的亲子关系 就是这样 他无法放弃 再来 这个天皇招书 有没有 后面有没有 宠妹刚才跟你说的 就是这个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何进行用的纸币 台湾银行 殖民地 1945年4月以后 纸币变成日本中央银行 这就是由殖民地到 日本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货币的一个转变 万国公法架构下 老百姓台湾的老百姓上课 还有改名字 以前清朝时 实际占有的范围是这样子 从北部的宜兰 一直延续到南部的 不是 应该是高雄 宜兰 淡水 中华 加以台 台南 加高雄 六个屯肯区 我刚才说的屯肯区 还是 还是那个殖民地 可以参加高票交割对吧 这边 不存在 你有看到那个 赛德克巴来 知道吗 那十年 借由武力的征服 国际上认可的法律 他把我们的所谓原住民朋友高沙族 比照 那个时候 美国的西部枪战有没有 比照做部落 部落是可以征服的 部落没有主权 没有一个公用的宪法 所以可以用仿造美国用征服的方式 十年 赛德克巴来 海角七号 加加农 这都在说什么 大日本地国 这三部电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配合新台湾论 建构主权十年的时间 赛德克巴来 黄明化运动 这些都是完成 完成什么 万国公法架构下要建构 台湾成为大日本帝国主权部分的 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必要流程 因为1922年 有一个华盛顿裁军协定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认定了 台湾 美国也认定了 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 如果按照国际法来 你就不怕人的欧阳给你挑 这有颜色的这边的 除了中央山外中间不要讲 有颜色的左边跟右边 台湾的制塘业 我有先来说这个问题 前几年大埔章药 大埔阿嬷 和章药房 有没有 强制土地征收的 我在去去 去年年底吧 我去参拜完 我去参拜完 靖国神社 回来以后 我在奔川丹 刚好读到在台湾四处的 我问 我说你们是不是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中华民国也不敢欧阳给土地 欧阳母 所以你们现在外面 有没有人想要买 中华民国拍卖的什么农地什么的 你们要小心 我刚才说的财产处分权 有了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 有没有 你散 你不能去买到 本来就是台湾人的东西 这样知道吗 自己的东西 自己开心去买 中国人现在就在买一出 什么农地 什么自买自住 有没有 网络上有没有 你有看到这种的吗 知道吗 麦克阿瑟 以前你们两回 那么大 有知道什么叫做警备总部吗 警备总部 就是军政府 军政府底下 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军政 就是台湾的所谓警备总部 民政 就是现在的 南投的台湾省政府 叫做行政长官公署 那个时候 军政府底下有这两个系统 组成这个 在台北 所以在台湾关系法底下 这 他必须要听命于一下 就是中华民国 他必须要听命于 美国 所以完全看不到台湾人 为什么 因为台湾关系法的英文 the people on 台湾 on 我们是 the people of of on 阿玛阿狗在台湾也是 也是台湾关系法 也是台湾关系法的管辖范围 所以我们如果是 所以我们如果是 the people of 台湾 我们永远 会在中华民国的金字塔体制下 当成被永远被中国人奴役的那一群 奴随 奴随 不是奴才 现在我们台湾人 连自己是不是当努力都不知道 你有办事吗 没有办事吗 没有办事吗 拿手 不办呢 先去办 我刚刚讲的财产处分权 就是到时候 政权交接的时候 你们的身份证是你们的权益 会不会获得保障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不是在自己为了吗 一千块而已 我也不管你们的身份 到底是所谓 什么人 不管你是要拿居留证 还是拿身份证 为了你们的权益 做好符合你们自己利益的选择 来 台湾人人权做老板 台湾那是中华民国一个部分 有两个战区 那个时候中国战区 像中国的代表何英卿 如果台湾是中国人的 不管是中华民国的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中国战区是何英卿代表 中国人 如果台湾是他的 那是不是只有一个投降 投降者 为什么还有太平洋战区 太平洋战区是谁 陈怡 一个是陈怡 一个是何英卿 如果台湾跟陈怡是他们中国人的 为什么要分两个战区 对吧 他们跟你陈 你自己去想 这一边只不过是美国叫他们来接受 大日本帝国的投降而已 有点类似房子被假扣押 假扣押 但是现在中华民国就是想要 想要把假扣押的台湾澎湖 借由跟你们洗脑 让你们以为你们是中国人 忘记自己的祖先 当中国人的奴隶 中华民国这些人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可以接受吗 好 为什么有两个受降单位 既然是光复中国人说的光复 那为什么 哪里来的台湾受降典礼 有没有 反向推论 这个五色旗看到没有 五色旗有没有看到 那个才是真正中华民国的国旗 中华民国的军券军旗 其实是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旗 所以现在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有看到一部漫画叫海贼王吗 现在我们就是被一群海贼占领台湾 蒋介石麦克拉斯一关命令第一号 你看到国旗右边第二个 中华民国海军军旗 我刚才说的有没有 我们现在台湾被一群海贼占领 代替美国军事占领 因为军事命令 派海军 当时还没有被共产党赶过来 为什么会使用海军军旗 这个要去逆向思考 你才知道 中华民国 今年算七十年 这七十年挖了很大的洞 让所有的台湾人跳 海贼王 有没有看过漫画吧 我们现在就是被一群海贼所统治 你们自己可以去抓 美国总统杜鲁门 前总统 那时候1950年韩战 那个时候1950年韩战的时候 说他们一家 所有权就是日本天皇 所有权就是日本天皇的 你怎么玩 你怎么做政治操作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但随便要留任那一年 不是说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有没有 有说没有 陈水扁有吗 他知道 但是他不能跟你讲 因为他宣誓 效忠中华民国的宪法 有点类似被夹到了 就算要独立 你也要大日本帝国 有通过分离条款 去年7月还8月 不是苏格兰什么公投 有没有 为什么可以公投 他们有分离条款 可以让你有公投的法源 美国说台湾不可以公投 为什么 台湾有两种人 至少两种人 因为两岸中国人国籍法的定位 都是属人主义 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阿公阿嬷是中国人 你的兄弟 如果没有经过正式的放弃国籍 你的兄弟永远就是中国人 我没有对任何人 什么不敬的地方 法律上就是这样 要这样 你要按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去取得适合你的国籍 你愿意效忠的国籍 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你们可以去看 你如果按照法律 美国还会做政治操作 会再玩死我们 我们只有完全按照国际法 的流程 我们才有办法 成为让人家尊重的一个 不要说国家 或者是一个 你所谓实际的一个 自治的范围 自治的一个地区 这秘书长 来回十几次控告 最主要这五点 下车 那个时候 64年 2009年的那个 台湾人无国籍 无政府 台湾人还在政治炼狱 去年11月29号 他们又要再玩四年了 11月29号政治炼狱 那些人 有没有去投选票的 有没有 举手 你们 用选举 向全世界证明了 你们又要追中国人 至少这四年 你们举手的这些 你们拿的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对不 这表是什么 你又 你无法把台湾和中华民国 分开来看 你自己看你的身份证 你的身份证 中华民国一开始就在跟你说 大家 头盖 睡不着 你用选票 变成你把美国说 对 中国人就是知道 你们这样 所以他就说 这些台湾人 要参加我中国人的选举 他要追中国人 他用这样跟美国说 美国 没有什么时候说 他要 因为他要到三天的台湾人 法律上的台湾人 政典 他看不到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现在看到的 选举的都是拿 中国人的身份证 在扮的选举 但是你感情上 你感觉自己台湾人 人国最上 没有在认这个 你出国 你是不是拿ROC的Passport 人 条马一路 你是中国人 你扮身份证 你才是台湾人 国最上 这样认证 不是说我在跟你 我在跟你睡眠什么 人国最上 你感情上 说你台湾人不好 敢说我躲在中国 我感情上 就说我是中国人 要有一个国际认可的法律程序 所以美国就说 你还做中国人 今年11月2日 你还要做一次 四年的中国人 对吧 你还要想 欧美国家的一种 对于法律上政治逻辑 这个是美国最高法院 最主要是一个Pedition Deny 他这个人 割制争议 为什么要割制 他只说 我要给你 割 但是这个人 没有在那个位置上 我割 那个人没有在位置上 我告不到他 或者是 我要打这个人 这个人不在我要打的位置上 所以割制争议 等到美国就定位以后 美国亲自占领台湾 这个控告的流程 才能继续下去 虽然说法律上 美国有占领台湾 但是之前 确实没有看到美军 对吧 现在美军就定位 高下去 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打得到美军 那就会产生一种权利义务 被告 跟控告者 就会产生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 美军要就定位了 所以这个法律流程 就是为了第二次 今天不是第二次说 要第二次控告吗 第二次控告 其实就是 已经美军就定位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怎么要告 我们要告 是告这个所在 第一次告不 对吗 第二次美国 好了 就定位了 第二次告 就定位了 过到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抓到了 就定位了 不要把这个 这个术语 想的太难 我用简单的方式 你有知道 第一次美国美在旁边 对不 好像要出来不出来 第二次 他就定位了 来 告下去 抓到了 就定位了 有没有 GPS TW 有看到这边国家 有没有 那什么 让广大新宝 那个 不是那个 屏東 听说 又召召市議員 还是宣议员 那个 听说 去让人 要说 选举无效 好吗 他 叫 他的阿姨 那是他的阿姨吗 那是他爸爸 叫 因为中国的关系 叫 菲律宾台 但是他现在在 用选举行为 效忠中国人 我的意思是 他没来上課 所以他不知道 他知道了 他敢不去参加 中国人的选举 他老板就是因为 中国的关系 去菲律宾 对不 还去参加 中国人的选举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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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苹果日报 对 好来 先我告诉你 重点 今天 你们想 我以前说的 都 对你们来说 你们不感兴趣 你们应该要关心的是 政权转移的时候 你们的权益 会不会受损 来 你脑子 智慧营手细 自己自己抓 Google 用搜寻的 自己抓 搜寻中华民国 或者是行政院 加废除条例 要加控格 会有将近两三天签条 流氓政府的组织条例全部废除掉 被冲下 他要离开了 所以他的组织条例不用了 内政部 刑政署组织条例也废除了 很多条例都废除了 会账已经一千多个单位 很多条例 而且都是去年 二月份 疯狂的废除 劳工委员会组织条例 劳工委员会组织条例 劳保局卫生组废止条例 劳保委员会废止条例 劳工退休 你们很多都劳工的 对吧 这跟你们有关系 再来 澎湃南 中央银行总裁 这我由谷谷拿下来 你看 日治台湾新竹洲有看的吗 新竹洲或是各州 那都是 以前日本时代的地制 地方的制度 对 他新章旧的 出身在 新章的哪里 南辽 好 讲到这里 以前的中华邮政 有这四个理由 你们最近如果去林道府军看邮局 现在只剩邮局这两个理 也就是中华邮政的版权 借由两岸中国人签ECFA 版权已经归 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们去看林道的邮局旁 是不是现在都邮局 我们家府军的都邮局 没有中华邮政 来行政院 你们看那边 有的看那边 勞工退休基金组织法 为什么要废除 废除了以后 没有运作的法源依据 你们的钱就可以获得保障 他就不可以把你欧容赏赌 知道吗 他们没有运作的法源依据 要玩弄法律 他也要有法源依据 对不 废止啊 表示什么 你的钱 条例 没有人可以顶挡 没有办法运作 虽然是一摊死钱 至少你们的钱不会不见 来 监理会2.6兆的劳动基金 有没有 风险水负 因为废止的 条例 所以不担心他会不见 为什么要废止 他要浪港 他怎么又要管你台湾人的事情 秘书长有跟你说 前几天有跟你说无缝接轨 有没有 这联合新闻网 他也是跟你说无缝接轨 所以你 中国人说的嘛 这中国人 UDN 联合报 无缝接轨 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是不是新台密 全世界的一个中国原则下 习近平要消灭中华民国 他必须要先把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 新台币消灭掉 对不对 来 你会怕吗 会怕吗 老实说会怕吗 好来 不用怕 他现在印的钞票都没有黄金作为 作为发行的一个基准 中华民国印越多新台币 习近平要印越多人民币去把它吃掉 直到新台币不见 或者是移到 中国所同意的平坛岛 中国的福建平坛岛 是现在 他已经热令了 新台币全部可以在平坛岛 自由使用 第一点 先把新台币局限在福建平坛岛 慢慢的索 慢慢的拼 拼到最后 新台币不见了 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就彻底的消失了 我们还有黄金在 对 只要有黄金在 因为一般来讲实体经济 货币的发行 除了经济 经济的健全以外 你一定要有金融 黄金当抵押品来发行相对应的货币数量 这个就不用理解太多 这个大概美国比较专业 这个麦克阿瑟 韩战1950年 你要记得 虽然我要讲的 跟韩战的关系有关系 1953年7月27号 南北韩 签署停战协定 7月 你要记得7月27号1953年 因为1953年8月会发生一件事 我等一下跟你讲 你看韩战1950年 来 823抛战1958年 一连串 越南战争 我1958年到1975年 也就是从1950年 到大概197几年 整个亚洲地区都是动乱的状态 对不对 将近这1956720多年 所以 这家银行 现在叫中华开发金控 以前 1959年 世界银行其实就是美国掌控的 以前叫做复兴银行 我刚才跟你讲的 究竟在和民调的第三条信托统治 有没有 信托 被信托的对象就是所谓 没长大人 他用这个基金 跟中国人产生一种契约关系 要来管理我们未成年的 台湾人 这样你们知道意思吗 应该还理解得了 我们被玻璃跟日本天皇的关系 他叫用这个东西 叫中国人来管我们台湾人 这个就是一种契约标的 信托嘛 这样了解就好了 合理推论 你自己看 美国要利用蒋介石集团 跟台湾关系 一 成为美国西太平洋 不成的航空母舰 这麦克阿瑟说的 第二点 串起西太平洋 珍珠链的枢纽 第一点是麦克阿瑟说的 第二点到第三点 会比我说的 第三点扩大TPP TPP是什麽 泛太平洋 伙伴金融协定 美国所主导的 进而降低RCEP 有没有 RCEP有没有 那就是中国所主导的 中国所主导的 也是一个经济伙伴协定 主要针对对象为东南亚国家 你要降低中国后花园 东南亚国家 对美国的影响力 韩战 月战 1958 823炮战 这一连串的时间 合理的推论 这句话合理的推论 中华开发的资金 是美国给蒋集团 看守西太平洋的经济母 一种契约标的 第三条信托统治 一种契约标的 另外借由这样子说产生的利益 台湾关系法 才利用我们的出卖的劳力 中华开发的投资所 营造的基金去买 防御性武器 台湾关系法的防御武器 有没有 中国人再来抽 公司上 我给你防守 我中国人给你防守 你买我武器 我们是 研头 要得要想 这 我刚才说的TPP和RCEP 去年11月 中国和韩国 在亚太经合会 你有听说 签 自由贸易协定吗 有人有听过吗 有没有印象 自由贸易协定 为什么要 为什么这两个要先签 你看我这个顺序 因为马关条约的时候 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韩国本来那个时候是清朝的附庸国 可是清朝 韩国那个时候韩国 想要脱离清朝 所以暗中拉拢那个时候 大日本帝国 结果因为这样子发生了冲突以后 就有所谓马关条约 战领区 产生 就会产生战胜或战败的一个 的一种权利义务的关系 你把圈起来大圈圈小圈圈 中国跟韩国是因为战争 的关系被大日本帝国打败 所以中国跟韩国签 签自贸协定 FTA 自贸协定本身有占领区 有被占领区 还有 净乎零关税的一种 一种意味在 所以藉由自贸区的签订 以后再跟日本签是不是表示 中国被日本打败 反向推论 会把逆向思考 然后日本在因为太平洋战争被美国打败 这就是一种经济 架构下的一种 食物供应链 用经济架构FTA的签署 来定义 谁打胜 谁打败 经济架构的供应链 很猝皮的 马来西亚 为什么是马来西亚 这个我还在一直在怀疑 IOI的股权 为什么要信托台湾工业银行 这个到时候我会讲 跟信托统治有关系 到时候我会讲 去年年初 3月8月跟12月不是马来西亚航空 三架飞机 都 刚好都是马来西亚航空 都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航空公司 出问题 为什么是马 是不是马英九的关系 我不知道 大家 但我还在查 我还在查 定星对吧 台北101 卖给马来西亚IOI 这笔优先器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在台湾工业银行 设好账户 这个你们先记着 我在稍后的时候 快到的时候 我会跟你们讲 这个我刚才说的中华开发 合并 他本来执照是工业银行的执照 工业银行在某种程度到哪里 就是协助当地占领营地 做经济转型的一种 一种那个 借由合并万泰银行 完成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三条信托统治的任务 美国信托他的 有没有 美国委托次要占领权的中国来管理台湾 完成的任务 所以要缴回执照了 现在他变成一般的商业银行 来无风接轨 肥卡条款 有人听过吗 肥卡条款 有没有人听过 肥卡条款就是最主要我的观察 是针对双重国籍 美国不可能没有钱 他只是藉由金融风暴的名义要干嘛 把所谓双重国籍的那些人逼出来 美国这个国家其实很强 军力很强 他只要印钞票全世界一定要买单 对不对 他只要印钞票就好了 他哪里就说他没钱 他用印的就好了 他要干嘛 台湾很多双重国籍的 尤其是中国人 他们知道自己的国际地位 所以私底下都去美国办 办了一张国籍 美国国籍 要用这个 把游走在台湾跟美国之间 甚至是现在的中国 把那些拥有双重国籍 甚至是三重国籍的 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要把你们拼出来 拼出来 到时候台湾国籍地位正常化以后 这些人再也没有模糊的空间了 再也没有结穗的空间了 把这些人逼出来 不管这些人是台湾人 还是所谓中国人 把他们拼出来 不让他们玩 因为在去年6月29号 美国也跟中国签肥咖条款 也就是现在是 中国美国在合作 台湾是美国占领区 所以我们要合作 也就是三方夹籍之下 利用所谓双重国籍 甚至是三重国籍的人 在逃避税金的 这些人会被逼出来 你如果不要被扣税的 看你要去当美国人 甚至去当中国人 如果你不要被美国劫税的话 因为中美夹籍之下 应该这些人没地方可以跑 他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所谓国籍 然后还是要缴一定的税金 这样就把他们拼出来 这里面不只是台湾人 不只是中国人 其实很多干聂的台湾人 也想到这一步 这个就是沉醉法律层面的东西 我不能够一杆子打翻所有的中国人 台湾人也有人这样干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法律的缺口 很多台湾的金融业 因为我刚刚讲的 究竟在和平条约 第四条财产处分权 很多台湾的金融业 因为中华民国要离开了 管辖权是不是暂时空虚状态 没有人管辖 藉由 他们向美国申报取得美国 一个叫做什么肥咖的免扣 叫GIM 你把这个GIM 想像成我们民政府架构下 你们的申请的身份证 就有点类似美国的社会安全 美国藉由这样的方式 取得台湾金融业的管辖权 从中华民国手上 因为中华民国要回去了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在ECFA架构下一中原则 台湾的金融业 是不是变成习近平在管 所以藉由这样子 已经转到管辖权 已经移到美国去了 究竟上和平条约第四条 台湾靠金融业串通经济成长 所以财团早就选变战了 你LP去复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表面上你说我还是要靠中国吃饭 可是管辖权早就移到美国去了 你们刚刚举手的那几位 你们还没有申请 其实你们现在的管辖权是习近平 只是现在两岸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摊牌 所以其实现在 你们还没办 其实你们是中国人 我也有很多情人还没办 其实在法律上的认定 他们现在是中国人 但是这个 这个是我从美国 美国APP财务局的网站下载的 台湾金融业有去申报GIM的 同一个颜色就是同一家金控 第一家是那个永峰 第二家Mega 赵峰 第三家 台中 台中 台中商银 这一家台新银行 这些都已经向美国申请 你看这 这些什么都台湾 对吧 新 没有两年听 顶头紫色的新光 到来的是 中华开发开发金控 这个远东集团 这个国泰 国泰集团 很多 几乎台湾的金融业都已经申报了 所以你不用怕说你的钱 会不会去 但是你如果是又怕 你存在台湾银行 有没有 那间百分之百关股 那间有没有 你怕的 你如果怕 来 这个谁你们知道吗 这个 前妇 中的那个江金国嘛 好来 我现在要讲 他有一个小孩前五位 这个 摩根大通台湾区总裁 摩根大通台湾区总裁 他老北前妇 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的公议 我会再来说 这个是 这个是 现在摩根大通的 全球区的总裁 揭秘呆们 我有什么的 因为他这间文堂 在2003年取得 伊拉克贸易银行 战后重建的管理权 因为战后的经济要重建 没有一家 专责的金融机构的话 百费待举 所以用这个 在借由战争状态下 所成立的一个金融机构 法律层面会让他放行 可以让他做很多那一种 有没有 高利润的事情 这个时候 2003年那个时候 摩根大通的银行的总裁 是那个 季星级 你们这些 有上过过湖关的 你们自己去查查看 季星级是什么角色 差点出卖掉台湾的 季星级 你们有同性不知道 你们可以问那些 到时候讨论的 季星级 同样一个人 去年6月 马英九跟摩根大通 讨论金融整病 只是一个金融会面 这个是国安会副秘书长 他的老板是 金普聪 这个是金融会主委 对不对 只是一个金融整病而已 需要到总统府去吗 然后去年下半年就一开始 中信并 东京 日本的东京知信银行 国泰道缅甸去并购了银行 设立了一堆银行 脱离信托 台湾要等大人 你知道意思吗 本来是被局限在台湾 对不对 讲一句话以后 是不是解除中华民国的信托 要等大人 台湾要等大人 中华民国要离开了 蔡佩蘭 蔡佩蘭 任职香港摩根大通 那又是摩根大通 人要撤退 人家 美国 香港 中国 台湾各地的 洗钱架构 都已经准备好了 人要走 台湾人又在讲讲 不要扳新闻 知道吗 他们中国人虽然内斗很严重 该要拿的钱 他们的战略部署都已经完成了 不可以输中国人 两半新闻前卫输人 这个全国卫 对吧 这个副秘书长 他们大老家 金普聪 只有一些金融资兵 哪里有必要采在这里 你自己看这些图片 背后的含义 金管会主委 这就是他们的金融业 要转进 去年年底 不是 有说负货 无偿 无担保 借给中国的 上次公司 整个百亿 合不合起来 有看哦 金融转进 撤退 这我在去年 七月八月 我演讲就讲到了 中国人要把他们资金弄走了 但是我们台湾有黄金在 你们不用怕 他们印多少 中国就要花多少人民币印 把它 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 新台币 现在是他们中国人的事情 台湾呢 你不要去干涉中国人的事情 首先你要办身份证 那不然你把台湾 你把台湾跟中华民国 你贴不开 你会 你会把中华民国给你害死 你有办新闻这样 你就要跟美国产生 征服者跟被征服者之间 权力义无的关系 美国就要负责 你去找选举 插中国人的事情 要做什么 表面上台湾人赢 有 他们宣誓都要效忠中华民国 他们中国人 他们感觉上说去台湾人 但是这种 他们效忠是中国 所以他们是中国人 对吧 你看 这三立电视说的 我把它截录下来 然后摩根对吧 所以你们要会推论 美国做什么事情 都是以战略 以利益为经济导向 这没有什么对错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的领导人 为了自己人民 百姓的利益 会干类似美国 这种事情的 都一样 没有对错 只有利益而已 不要讲什么什么 悲天明的这种话 政治层面没有在玩这一招的 这我说的 这都你练 我刚才说的 你用Google去搜寻 行政院控格废除条例 一堆 中华民国在干的事情 你们自己去看 一堆啦 12年国家 为什么会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他们的 教育的相关组织条例也废除了 没有法院预计 12年国家是不是乱七八糟的 没有运作的法院 所以他当机了 好来 你看看 中华民国总统府 废职行政院人事组织条例 公务人员 想要有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你们可以看 他已经自废武功 给你们这些拿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的 已经跟你们讲了 是你们自己没有注意 赶快换身份证 一千块而已 对吧 这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 你们自己看 不要说 我们拿民政府身份证的 再跟你那个 以前 我用搜寻的 怕这 怕中华民国 这四个例 以前是 只在里面 进去网站都谁 都没中华民国 对吧 你看财政部 进去没财政部 没中华民国 表示什么 中华民国不正在 好来 你看中国人营造的一个骗局 营造不稳定的太平洋 来符合 以前有一个美国总统 就是韩战的时刻 刚才我们说的 有关台湾第二个说法 来做 两岸中国人就借此 营造不稳定的太平洋 来营造 政治操作 美国也热得台湾关系法 贩卖武器 给台湾当局 来 两岸你将毒奶粉有没有 三句亲爱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 杜鲁门有讲过 台湾的问题 要等到太平洋稳定 再来解决 两岸中国人抓到这个鱼病 营造 台湾不稳定 台湾属于太平洋战区 对不对 永远营造不稳定以后 然后其中就有了军火的交易 台湾关系法 然后两岸中国人可以操作 完了我们多少 完了我们很久 这一汽油 这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但是确实是要营造不稳定的太平洋 符合两岸中国人做政治操作的利益 卫生署 毒电粉之类的 这不要说了 这你们去看看就好了 顶心 对吧 现在是不是在对付顶心 顶一个心的 顶一个新的 台湾民政府顶一个新的 要把旧的顶掉 来 那在1946年1月12号 求中华民国 强行更改我们的国籍 有没有 张无 有听 有听的秘书町 要是谁说吗 1946年1月12号 这一个 中国的法官体 1946年1月25号 19 1月12号跟我们改国籍 结果他们中国的法官 同一年同一月的1月25号 说一句话什么 唯台湾人民一光复贤 一取得日本国籍 自己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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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戏 我们不是中国人 来 我看火银忍者 漫画 有没有 年轻人有看过吧 这就是 蒋介石在日本的那个 分身 这是他的引分身之处 火银忍责 引分身之处 这是他的那个 因为那个谁 好伯托春不是讲过什么 皇民后裔吗 他是不是也是皇民后裔 某种程度上 这有担保在他讲笑 他自己也改了很多名字 对啦 对啦 我说他是忍责 这在古年七七事变中年的时候 他去中国 接受访问 唱中国的勇士进行曲 有没有 一开始 起来有没有 无缘做努力在人门 中国人啊 他是中国人没不对啊 国籍法属人主义 他爸爸是中国人 他孩子就是中国人 他没有经过法律的流程放弃 他们就是永远是中国人 古年一样 人家离家他去饮兵馆 他说这句话 台湾是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其实不是啦 台湾那个时候是殖民地 可以像股票一样交割 我跟你讲的是 这是国际法的法定割浪 完成万国工法架构下以后 台湾才会成为日本天皇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此之前 可以像股票一样交割 万国工法就是我们台湾的保护山 鼓掌一下 这是跟中国人讲的 这跟现在在台湾的这些中国人讲的 人家要反共嘛 你看现在的所谓在台湾的中国人都在亲共 这次他其实是在阳明山的讲堂 人家把他的话弄出来 阳明山1950吧 有啊 真的有啊 真的啊 所以我们已经亡国了啦 有了就是把他扣扫一下啦 所以你们现在都往他那边靠拢了 来 去年在一起的选举 毫无顺说的对吧 他说科妈他们这边是皇民后裔 对吧 你有看什么吗 啊科妈说 啊你从台湾来 你是什么人 我带他家住 就是这 他们说出来啊 啊你还要去参加他们中国人的选举 表示什么 你们用选举行为 像全世界 甚至像 要帮助台湾人的美国说 我要当中国人 因为你用选举行为 像美国讲 我要当中国人 大家这样 再来 两岸三地中国人开始一中架构下司法管辖权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管辖权的移转一中原则 柯震东知道吗 那个拌的什么 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现在的资料已经没了 柯震东 从他一开始速度的时候 我一开始抓他的资料 这是他真真正的资料 主席浙江 现在 他的资料是他出生在台北 我有说过 中国人是属人主义的 他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 阿公阿嬷是中国人 他就是中国人 所以柯震东是什么 中国人 对 属人主义 只要没有经过国际法的流程 永远就是中国人 台湾人跟他这些中国人 无国籍的台湾人跟他们结婚 我们一个变成中国人 生的孩子也变成中国人 所以你们如果有在乎自己的国籍什么的话 自己就要去考虑清楚 这个没有所谓对错 感情到了就是结婚而已 再来张显耀 山东人 属人主义 所以他的兄弟如果没有经过正式国籍的一种流程的话 他的后代还是中国人 国安事件是两岸中国人 验证两岸中国人的国籍是属人主义 那个时候 有没有 战中有没有 战中原则 他也去用队府 表示什么 两岸三地的中国人 国民党跟共产党开始一中原则 司法架构的同步了 开始同步一个中国了 所以我叫你们说一千块半生云中命 一国两制无效了 战中原则没多久了 海峡的女双卸出的跟蓬帅 随便们就拆火了 因为他知道五十年不变 没办法骗台湾人 马上拆火 而且是同一段时间发生的新闻 就很新的 他知道没办法 有我们台湾民政府 来 现在要讲比较严重的 台湾金控 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民政府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信托的意味在内 用这样理解民政府最快 台湾工业银行 我有什么人说这支 因为我刚刚有讲 韩战的时候我刚不是有讲1953年7月份 1953年其实这家台湾工业银行 其实有登记 可是他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写 他成立的时间是1999年有问题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我为什么会讲说 台湾工业银行是台湾政府 金融版的台湾民政 台湾政府 台湾金控其实是金融版的台湾民政府 你们大概先看一下 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 这是我的推论 我研究新台湾那好几年 不一定对 来这是中国的网站 你看Akaz 048台湾工业银行 验证他的成立时间 这是中国的网站 1953年8月 韩战停战后的下一个月 刚刚我不是讲1953年7月27号 8月 表示什么 美国应该有要替台湾 进行战后重建台湾工业银行 可是那个时候 大家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讲宋美龄那个时候的魅力 讲宋美龄 我讲到这里 不要再说了 因为搞不好我的影片又不会上架 讲宋美龄的威力 在台湾工业银行的网站 他自己是写他自己成立的时间 是1999年 这个是中国的网站 不知道现在资料还在不在 我都把它贴下来了 这是我的推论 台湾中国民政府 就是开发工业银行 信托有没有 信托结束有没有 信托结束要改由台湾 金控 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要转 要转型为台湾政府的时候 因为台湾工业银行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银行的董事长 他多次在公开的场合已经有讲过 它是工业银行 唯一 非信托制的股票 他公开场合宣称 表情 中华开发是信托制的 对不 台湾工业银行是非信托制的 对不 台湾民政府要到台湾政府 为未成年 跟成年 在自制 你知道吗 应该可能是自制 但是我们要看美国跟日本天皇台湾 是什么样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 台湾金控 跟台湾工业银行 这两个女的关键人物的身份 鲍威尔说过 台湾 not sovereign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一个中国 台湾不是独立的 不享有国家主权 我刚刚讲 我们是某个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享有主权 我们只能是主权的一部分 你知道吗 日本天皇嘛 对不 他这样说 但是他不要跟台湾人讲 所有的历史 他也没有必要 因为模糊政策 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不对 每一个国家都会这样干 如果将来你们主政 你们要当发言人 也要学会美国这样讲 模糊政策 懂不懂 这样才能够掠取 属于自己 管理当地 老百姓的最大权益 做模糊操作 没有对错 纯粹是为了自己的老百姓 去年2013年 有没有 刚才说的有没有 他得到艾森豪奖金 洛宜君 他现在是台湾工业银行的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 去年龙生本来是策略长变成副董事长 去年 2013年 他是艾森豪奖金的得署 然后2013年得奖 他坐在鲍威尔的隔壁 好 这是我脱离 被当成中国人的一个证件 你们没有办的 法律上其实认定你们是中国人 赶快办 没关系 保险好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你的台湾你看看 法律上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 你看你的左角对台湾人做什么 228白色恐怖 我的爸爸 在国民党来台湾不久的时候 开始抓一些台湾人 不管是临江卖 那个什么 贩卖失焉什么问题 不管 我们老婆知道有些人会去用创杉 挑冲围新章 搭乘交通工具去给人外海 基隆港外海 看到很多台湾人 用铁丝 生锈的铁丝 软过 软过 串串肉掌 串串肉掌 跟这个一样 我们老婆跟你讲的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图 串串肉掌以后 人后 其中一个人 踩下去过两岗海 什么几岸都下去了 人后穿就开始装 好 我讲到这里 还去用 4万块多1块 所以 秘书长说 你们知道有听过吗 1块多40人 有吗 好 有什么 我好而已 我老婆清新看到 他不必要给他骗 我 的朋友 他老婆 是 参加南洋战争 穿日本军服 结果他说他是中国人 他拿给我他爸爸 穿日本军服的照片 结果 他说他是中国人 你看 国民党有厉害吗 中国人有厉害吗 叫你有办法 叫别人的祖宗 认为 认定是自己的祖宗 你看中国人跟你说 怎么有厉害吗 这是金氏世界纪录 全世界其实在笑台湾人 用Google 如果抓危机 会有很多资料 你就知道很多东西 美国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两岸中国人的宪法国籍是属人主义 我刚才说 所以永远是中国人 他没经过国际法的 放弃的流程 永远都是中国人 好来 换个人 这别说了 他实际上的 表示什么 他是日治时代的人 这都Google你爱的 新竹洲 这不是我生的 王小坡 你说的 那时候叫招 228小case 我现在给你们看什么人 他们用教育 把台湾人洗脑成是中国人 好了吗 照完了 对 来 王小坡 中国江西人 中国人 中国人 我只给你们看重点 这些人都是有战略的 因为他知道 不可能完全对付所有的台湾人 他就借由掌控媒体把你们洗脑 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是中国人 为一举四五年 说到现在 你们就是真真真是中国人 来 有一个作家小野 你们知道吗 小野有听过吗 他在318 古年318 悬崖的时候 公家一句话 小野强调台湾走到这个地步 不是阶级 蓝绿省 而是公民跟臣民的竞争 长还是长 秘书长有说什么 我们是臣民还是什么 有吗 有说吗 我们是臣民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他是中国人 让你们看 小野 祖籍安徽 他们都很很有秩序的来控制台湾人的思想 媒体 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骇客任务》 有没有人看过 年轻人 《骇客任务》 你们看完新台湾人 再去看《骇客任务》 那个根本就是在嘲笑台湾人 在嘲笑台湾人的 来信员 以前是入委会主委 Hawken 他现在是英国籍的英国人 他已经换了国籍了 英国人 这个《骇客任务》 母体 奴役着你 The magic has you 母体 在中华台北 怎么奴役着你 藉由教育跟你们洗脑 给你们为真真正的大日本 帝国的台湾人 洗脑 洗脑 你认为你自己是中国人 这部电影其实是在给我们台湾人 水面 我去看 看过来 啊 减少 去用水面 去用水面 再花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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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哦 现在我给你们 小话给你们讲一下 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要行不行 至少 新台湾人 就是你们的解药 吃绿色的 你就是永远在中华台北的体制下轮回 红色的就是 红色的就是你们 但是 现在是你们痛苦的开始 尤其是你们这些初级班的 觉醒后是痛苦的开始 这个才是你们的解药 你们没看这个 你们的餐厂 2013年 那些叛徒一样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陈仲谋 不要再问我了 不要再问我 那个 你们不要想那么多 你们只要能够把台湾 新台湾人读到你们脑袋 你们就有防毒软体了 你们就不怕任何人 给你叫 还没有办身份证的人 你自己想看看 你的头上 你们刚刚跟我的对话 你们是不是都是中华台北流水线 产生的一种架构的思维 刚才没办成这样的 我没想对谁 你们的思维逻辑 是不是都被控制了 跟我的应对之间 因为你们在中华台北的这个流水线 产生所制造出来的 你们来了就是要解读 台湾都没有 对吧 在零与一的法理世界里 我自己到现在 中国人也没来找我麻烦 我们也没找我的麻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逻辑很简单 零 一 对或不对 这样子 刀枪不入 对吧 还活着嘛 还活着就是刀枪不入嘛 对吧 跟我民国没找怎么麻烦嘛 用法理看穿 中华台北 他们的底细 看穿他们内部所要干嘛的结构 知道他们的结构组成 你就会知道 他借用媒体在跟你们干什么 你就会知道 哎 没错了 这个就是那个主角 激怒理会 你看他后面头到这个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端子座 你们现在就是把他拔掉了 这条线就是中华台北给你们的养分 所以你们思考逻辑全部都是那个的 你们现在只是拔掉而已 你们还没有建构真正自己的台湾意识 在大日本架构下的台湾意识 不要再说什么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是 去年大家离到西拉瑞 国台班那个时候 张志军没有 郝隆斌刚才手的那个没有 就是他 他就跟上业周刊访问 重点是 西拉瑞说的一句话 这段访谈我只能不只说给台湾人听 也能够说给全世界的华人听 因为上业周刊是全球华人看月报率 上业周刊其实它是隶属于一个集团 叫做城邦集团 城市的城 邦是那个 邦交的邦 好 我现在跟你讲洗脑的问题 商业周刊 简称商周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我的重点 创办人 金维春和何飞棚 你看昂黎的 高雄眷村 中国人对不 何嘉诚是南京有名的大富豪 中国人对不 你们看他的车 看他们集团的 你们看我的车子 南邦 商周隶属城邦集团 中国人的思维 站在 站在台湾的角度 所想的 一定还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 他在台湾 跟中国人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人的角度 所以你们看他的媒体 你就会去用水闹 你就是以 我刚刚讲的那个流水线的思考模式来思考 你台湾人的思考 我跟中国人关系 你就会被他们洗脑了 我不是说不对 金融问题 我们当然要那个 但是控制媒体的都是这些中国人 你的思考逻辑就一定会被影响 来 在古年 前年 在加州有没有 加州竞民这两个 来 同一天哦 又爆发Snowden的监控事件 监控的 人啊 有爆发出这监控计划 这个做什么你知道吗 警告两岸中国人 我知道你们要干嘛 美国不方便公开指责的 借由第三者 把事情押出来 我知道你们做什么 我有这些东西 你们不用想把我押皮膚 警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甚至是 跟 中华人民共和 挂钩的民进党的台湾人 因为他们眼中只有利益 没有所谓台湾的 所谓认同的这种的 很多民进党其实比 中华民国国民党还可恶 你要听我一句 我以前是超读的哦 可是我自从读了新台湾 我知道 民进党比国民党还可恶 国民党本来就是中国人 他要回中国去嘛 民进党知道还跟着 国民党一起骗台湾人 民进党比国民党更 不好意思讲那个啦 那如果是亚洲的指挥中心 遵照联合国对国籍的定义 志愿意愿合法性 欧巴马不方便讲的 刚刚那个商业周刊 希拉蕊说的 监控是基本配备啦 越多人滞留在台湾 台湾越要安全 为什么 越多人留在台湾 美国必须要投注更多的监控 资源在台湾监控这些人 这些人不一定是指中国人哦 利用台湾当筹码的台湾人也很多 民进党那些人也是哦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就是在说中国人 民进党我刚讲过 民进党比国民党更该死 来 今年APEC有没有 竞民对不 今年应该会有很明显 我会看的是 我们本来是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对不 啊手啊 TPP我刚才说的 泛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 就说因为 签署TPP以后我们会以 我的看法 会以台湾澎湖分离关税 因为 美日太平洋战争 因为战争 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母国分离了 对不对 分离关税领域 加入TPP就以分离关税 我们可能会用 因为我们不是个主权国立国家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钱 有可能会用我的看法 会用这个Savent West Fund 主权基金的方式来定义 定义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对 中华民国要加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ECFA对不对 ECFA RCEP就是我刚刚讲的 东南亚的 区域经济伙伴协定 金门马祖平坦会让新台币流通 就这样各自分开的 台湾人就是台湾人 台湾人就是分离关税领域 中国人就是独立关税领域 就会分开了 到时候 如果你们觉得当中国人比较好 我刚刚有讲 志愿意愿合法性 你要当中国人 你就不要换身份证 就这样子 为了你的利益所在 你的感情认同所在都可以 你想要当中国人当台湾人 这两个你们自己可以选择 但是当中国人的话 就美国战略的角度而言 他应该会让想要当中国人的台湾人 有1到2年的思考期 变卖你们在台湾的资产 军事占领的角度而言 你要考虑美国占领者的意志 他要考虑他的战略利益 这个台湾人 代表中国人和習近平 要手不知道在打个牌 他可能要做中国人吧 或许是他可能本身有一些 背后有些势力要跟他干嘛 来 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美国占领 倒数第四行 你看看 台湾澎湖地区 现在人被美国武力侵占 他已经是变相的承认 二次大战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 但是他有13亿的人口 他不能够跟他们中国人 直接讲说 他错就要错到底 就这样 1958年 早就知道了 所有都在玩的 来 2014年 9月17日到9月19日 9月17日我们去参加的 你有听人说 我们在参加的这个 Scott Block 会议中心 他来讲台湾的地位问题 我们 整个台北国际会议 应该有来的3000多人吧 9月19日 爱申豪奖金得主的孙女 玛丽甄爱申豪 来颁发 爱申豪和平奖 给蒋氏集团 终止一般命令第一号 和平 对不对 蒋介石集团是部队 对不对 颁发和平奖 是不是有点另类的解除武装 他们被终结了 战争十五回顾 第145篇 你们可以自己去买 买来看 最重要是我红色这几个字 台湾民政府在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 转型成最终地位台湾政府 我刚刚讲的那两家银行 有没有 还有刚刚讲的摩根大通 这是我验证得来的 不一定正确 我欢迎你们跟我吐槽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 摩根大通 那个时候伊拉克 有没有伊拉克战争 他取得伊拉克战后重建的 标的 看清楚 台湾民政府在取代 美国军政府之前 转型成台湾政府 看清楚 我接下来要讲的 来 这是我验证后得到的资料 看一下 台湾民政府 在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 转型成台湾政府 验证一下 民政府是一种信托的 民政府是一种信托的象征 不然等大人对不 在美国的监管下 等大人 由信托 在美国的监管下 到非信托等大人 这是金融版的 金融版的 大概自己验证一下 这两位 来 这个他第几年 你记住什么时候的爱证好 我忘了 但是这两位 都是爱证好奖金的得主 验证一下 为什么都是爱证好奖金的得主 所以我才会把他们凑在一起 然后 来 这是台湾民政府 有看到没有 TCG Foundation有没有 台湾民政府对吧 TCG 你帮他动作 这是他的营业执照 金融业的营业执照 你们这样凑 来 再来这张 台湾 Government Foundation 台湾政府对吧 两张营业执照 对美国来讲 信托就是一种基金 不管是公司 他就基金投信 有一种委托 托付信托的意思 对不对 再来 台湾政府 你看 台湾政府 我刚才不是说非信托制的 等大人 为小孩等大人的 在美国的监管下 由信托 达成自己 管理自己 这是金融版的 来 民政府 大日本架构的台湾金控 因为战争的关系 将明治宪法下架构的制裁 因为现在台湾金控 刚刚我讲的李济珠 他们的架构 还是大日本帝国的金融架构 信托以后转型移交成 大日本架构下 海外基本法 你有拿到海外基本法 那本吗 海外基本法 基本法 台湾基本法 有没有 你们是新人 应该没有 我们有成立一个基本法 没关系 基本法 他要改变 美国要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 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国家体制 我们只是变成基本法而已 让台湾金控 搭日本架构 藉由 这样 与台湾基本法同步 我们的到时候 我们就会回到 有可能 会跟日本成为联邦 最起码 最起码 这是我的看法 来 时间 我说得比较快 历史的欧兰与碧兰 这日本的 对马海峡 这是日本跟俄罗斯的战争 一对马 马英九跟欧巴马 这个再大家笑一下 我也不知道历史 为什么会这样巧合 洪仲秋 洪仲秋 出生跟过世 刚好一个是美国国庆日 一个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肖日 现在资料不知道在不在 但是我是从维基百哥抓下来的 9月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日 7月4号美国国庆 这个我是直接从维基copy的 现在资料在不在不知道 2013年9月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日 当天凌晨 日本取得2020奥林匹克代表权 好了 这我都为VBC 英国电视广播网 印出来 9月8号 全世界不知道旧金山和平条约吗 知道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考虑方法 来 Tico Daniel Russell 说支持台湾自治 有没有 你看看有没有 autonomy 台湾自治 我们跟美国是盟军吗 我们 那跟美国是不是盟军 是不是 不是 谁是盟军 在台湾的中国人对不对 他支持所谓台湾自治是支持什么 这个中国人自治 要到哪里自治 要到哪里自治 我跟你讲要到哪里自治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不要被骗了 现在什么什么美国台湾政府什么的 他被被骗了 你如果没有这样 你再去用政治方法把你碎掉 我们还会在 我们会害我们自己的子孙永远无法翻身 这是英文版的 支持台湾自治 是我们的在台湾的朋友 中国人才是美国的朋友吧 法律上我们跟美国一定是对立的关系 所以他这个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法律层面的 台湾自治 有助于让我们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是指中华民国 地方政府 刚刚举手的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其实你们也列在这方面 我现在只要求你们 你们现在脑筋转不过来没关系 赶快办身份证 否则你就是 你跟我们 你们还没办身份证 某种程度上 我们是对立的关系 好不好 我们是这个 我们不是这个 但是你如果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你就是这个 人家眼睛看到的你是这个 你拿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身份证 就是这个 人家是看证件 国际上是看证件 没有在跟你讲感情的 来 AIT 你台北市内湖金湖路新建的 金湖路看好 金湖有一个深恒昌免税商店 看好 你看看 位于金湖的深恒昌金湖广场 为亚洲最大的免税场 跟内湖区的金湖路有更厉害吗 这就是另类的在暗示 我美国支持你们中国人去金湖马祖赐制 知道意思吗 人家说政治操作都这样算 来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中国人参拜中烈子 理所当然 对不对 中国人拜自己的中国人 拥有日本时代户籍藤本的直系后代子孙 你们也没有曾经去拜过这个 我曾经过被骗过 回归祖国是什么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那个时候被呛兵 被串成铁丝 提到基隆岗 这个我去年12月才去过 安倍走过的路 我前几天我也走过 我们才应该参拜这个晋国神社 为什么拜祖先都不会领 因为我们拜的是我们的敌人 思考一下拜敌人 中华民国早就结束了 还有几分钟小客 还可以给我几分钟 两分钟 好 中华民国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在他们那个国家弄各个朝代的墓碑 人家早就说他结束了 去年九月份 应该是中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好了 他去迎接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 缅甸衍生军 移林全部移回来 到时候应该是准备要打包一起回去了 那不说好不会这样子 因为缅甸 中国的后面是缅甸嘛 所以缅甸一定是有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默许 平潭 如初我面也中华人 这个 我的同学 国中同学到冠年一回 现在是平潭医院的副院长 他曾经参选台北市 新竹市市议员落选 中华人 中间这一个 这个 平潭有没有 冯定国有没有 两岸平潭 平潭 两岸云战中心 你看他承接的业务 护证系统 去年年初是护证系统大当机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你们资料已经移过去了 到时候他们完成签署和平协定以后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你们就是中国人 赶快办 新护证系统 转包 中国网络公司 ECFA一中架构下 他把你们的资料转到 转给中国承包上有什么不对 你们是中国人 因为你们签ECFA了 我把我 我把中国人资料 给中国网络公司承包有什么不对 中华民国讲的 废止国防部组织条例 中华民国中东部讲的 外交领事馆组织条例废主案 总统主导国防和外交对不对 他自费武功啊 你看 流氓政府玉回一中 挥刀志工 你有看金庸小说那一步 笑傲江湖吗 他要点葵花宝典嘛 对不对 他要回去一个中国 所以他要自我阉割嘛 你记住 我怎么说 都爱升好奖金得主 为什么国防部长 严明会跟他签这个 我认为已经有这个这个议会在内了 因为百分之百的官官已经有智慧队议会在内 日本智慧队议会在内 盟军解散有没有 他也是更爱升好奖金的得主 前几天的事情 来 有看到没有 中美合作 虽然 有千美粉底下口的有没有 中美合作 为什么一月一号要这个 他承认他说 除了是台湾治理当局 也负有美国军事政府的责任 让台湾人看 今年一月一号 也就是说 今年一月一号以后 台湾会非常 非常 非常的精彩 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对 表示什么 他今年应该要彻底贯彻 美国军事政府给他的命令 所以 所以你们再看看 今年 所有的民意代表 到底敢不敢抗议 敢不敢讲话 他这个 东西弄出来 其实在暗示 所有的民意代表 我现在要贯彻 美国军事政府的命令 你不要太假笑 马英九有赤无孔 我现在演讲到这里 就这样 拜拜